再看新聞 我其實真的很難過 它是令到我繼續堅持 也都是很難過的 為什麼呢? 它在2021年5月18歲 突然間在家裡死了 在家裡死了 它的原因是沒有解釋 大家好 這段節目的嘉賓又是珍姐 珍姐是貪奸師 又是送車師 現在她在加拿大 她今天都想說一說23條生後之後 是第一個原本應該要出冊的 美國第二代隊長馬俊文就沒有出來了 珍姐和馬俊文都熟悉的 珍姐可不可以交給你講一講 你和她了解的情況嗎? 是啊 我想講一講今早的新聞 那些人在錄影給我寫 我覺得 我看到那個新聞是這樣寫的 那23條之後生後首例 馬俊文今早未能提早獲釋 那個原因就講得很清楚 就是23條生後了 所以是沒有得獲釋 是懲教署那邊講出來的 馬俊文今天原先有很多人去接她的 那居然接她的時候 為什麼過了一小時呢? 時間通常一本是九點半出來的 九點半還沒出呢 那些人去問 問了之後 原來就發現 和懲教署溝通 懲教署就說 因為23條那個法例成立了 所以她就不讓她出來 那她本身是犯國安法的嘛 是不是? 那之前國安法 她在坐國安法的營的嘛 那她是有 一路都是 那個在裡面應該是行為良好的 因為她都沒有說 公開說她行為不良好 也都沒有說她什麼 那懲教署應該是知道的 那你是星期六 你才立這條23條而已 今天是星期二 溫哥華 那可能他們香港是星期三 那你星期六了 星期日你們是放假的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你就不讓一個年輕人 她是犯國安法的 應該出來 所謂扣減三分一 其實不是扣減的 一路源於香港以前在英國治下的政府 那個叫做懲教署 那個正式是一個條例來的 一個法例來的 在裡面是計什麼呢 那個三分一是計呢 是假期來的 假期的 叫假期的 其實不是說任去給不給的 一路都 那你當你原先 你現在星期六才立這個23條 你有什麼理由 你說叫人家誰送任你 現在你們鄧炳強 李家超 現在你們那些垃圾會的那些人 那個垃圾條例說沒事呢 你這麼快 幾天而已 你就是這個年輕人 他本身是國安法 不是23條那個法例的 那你根本就是很無賴 很無恥這樣 那那些人是應該注意這件事 鄧炳剛剛說的 不是時間有點錯亂了 它在香港的時間 星期六 生效 香港的時間是禮拜一 要出冊的 就是禮拜一 就是第三天 不是加拿大的 星期三 那鄧炳強 我想問你 其實你都被了解 認識馬俊文 是嗎? 是啊 那我在一些集會 之前在一些抗爭 和他會下去 派會團那裡 全部都是在這些集會的地方 或者是有旁聽 法庭這樣 他是一個沒有放棄過抗爭 所以他是被那些所謂的那些 用國安法硬拉進去而已 他在國安法之後還繼續說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不出來大大聲聲說 國安法之後他都不停在一些商場 在一些地方 去一個人去示威 還有我記得是Lunch哥 去阿烏和尼Lunch示威 他都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的 那之後你要探監 要去探馬俊文 我是馬俊文被拘捕 那時候是有個年輕人叫中仔 就立刻找我的 找我就說 明天我們馬上去黎智角 那我就跟他一早去到黎智角 很早 第一批去探他的 探他進去裡面 就跟他談 那他就知道我一直都會探訪 那他就知道我的情況 那他就跟我說 阿珍姐以後你可不可以 和我安排我裡面的探監裡面的物資 或者所有接見他的人士 那我說好好這樣 然後就認識到他媽媽 那我們就互相去探他 安排朋友 那他就一直都很探討 裡面起初怎樣在黎智角的那個生活 因為髒嘛 他都說他很髒 有些不習慣 那因為探訪只有15分鐘 還有他還是曾經想我安排過 有些人進去探他 探他那時候就希望把他裡面的 探他的訊息發放在外面的報章 是的 那他就 發放什麼訊息呢?是派報章 就是告訴他他在裡面不會受到他們 影響他的精神 他還會繼續抗爭 不會屈服這個意思 是不是? 是的 沒錯 他不會被他 雖然坐在裡面被屈服 所以他都希望將他那個 不會屈服的情況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在報章上報導 嗯 明白 那他之後那個延期 原本是盤了5年9個月 那他知道他要上訴 那就5個月了 就按道理如果是5年了 就選了9個月 就按道理他已經坐了40個月了 應該要出來 那現在就不讓他出 其實暫時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他出 不知道會不會加刑 或者要坐滿他5年的刑期 這一刻 是不是? 大家都在想著這件事情 是啊 其實他在 你說在上訴 或者是上庭 他都是堅持自己那個抗爭的 庭那裡都有說的 叫我們不要害怕 是的 勇敢去發聲的 那你說那個刑期呢 現在他那個23條呢 他都不是23條被拉的 那你23條是生效 他都不是23條被拉 為什麼你會 將它擺在馬族民身上呢 那這些就是證明 無法無天 證明這條法例就是 就是很 很 沒有原則的 還有 都說是沒有那個 有一個叫做辯解 辯解 什麼叫辯解 現在你不讓人放出來 如果你說和懲教署說 喂懲教署 我今天應該出來的 你為什麼不讓我出來 那你都要解釋給人聽 是不是? 都要和這個社會公眾人士交代 現在的報章都賣光了 你們這個 怎樣 懲教署那些 高級的懲教官 你應該去交代這件事的 這件事不可以不了了之的 希望呢 大家呢 所有媒體是追擊他 要去交代 為什麼不放馬族民 那你說 那你說 那你就是希望去 我們當然希望去做 你說怎樣能不能放到呢 其實 共產黨其實是 根本就大家都知道 那個 濫暴濫暴 喜歡怎樣就怎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我們都要堅持 都要講 要爭取 都要告訴他 你這樣 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那其實現在在 就是 高牆外面的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其實現在是做不到什麼的 是不是?珍姐 如果你說 在他家人那裡 我覺得應該是 不斷 去問懲教署給個交代 他都要交代說 他23條 他危害 他怎樣危害呢? 他一直在監獄裡面 他有沒有危害 有沒有發放那些 所謂的那些說話 有沒有上Facebook 有沒有寫信出來 有沒有做過什麼行為 23條你生效之後 那些什麼行為都沒有 你為什麼無端端 可以任你放和不放呢 你是要有這個行為 有這個想法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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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發夢都讓你知道 他發夢想什麼呢? 一說你看到什麼呢? 你是要說的 那時候你說明23條 其實23條 根本就不是一個法例來的 不過問題是 你現在持著 有權有槍有炮的 那我們沒有辦法 不在這個 這麼小小的位置 去爭取去抗辯的 那他所有做到什麼 在監獄裡面做到什麼 他做過什麼 而你不讓他出來 你就是一定要 他家人或者某些人 某些報章 是應該夠膽 不斷追擊他 或者送問他 要他給一個交代 甚至乎 其實應該追問鄧炳強 和李家超 他究竟馬仲文 為什麼 他在裡面沒有犯過任何23條 你是不讓他出來 那其實 他有時候會做法 他給了你出來之後 他其實 你擺一個大監 又好像那個梁天祺那樣 現在好像失蹤的 你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他好像之前還沒說 周庭和那個年輕人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他呢 他出來之後 都是不斷找人監獄 監獄他的 那為什麼你 你直接不讓他出來呢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現在 是要追問他 是要查個究竟 查個究竟 你說個年輕人 不知道是什麼叫做中康林 中康林 是啊 中康林沒錯 這樣 是啊 所以雖然說 做不到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要追問查個究竟 因為其實馬仲文之前 他們都是這樣 不斷發聲這樣 其實呢 我們今天走到今天這步 其實都有很多年輕人 去過個敢作敢為 那我之前說過 我去探訪馬仲文 都是一個叫曾耀仲的俊仔 為什麼我今天會提他呢 他使得我繼續堅持 也都是很難過的 為什麼呢 他在2021年5月18歲 突然間在家裡死了 他死了 他的原因是沒有解釋 有些報導說他要吃藥 所以這樣 可能他的心臟是問題 但是我跟他很熟悉的 這幾年 他很多事情 包括他家裡的事情 他心事 他都跟我談的 因為他是一個 比較很需要人幫忙 一個年輕人來的 但是呢 他在抗爭路上 是沒有停過的 他被警察 曾經打破過頭 連了十三針 進了醫院 出來 就找蔡佳跟我說 他說 你還不害怕嗎 我那時候已經十六七歲 他說 不害怕 我覺得 對的事情 我就要出來 我要做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 因為他是讀 在Ivy的 Ivy那裡是讀書的 那 還有呢 他為什麼 他死因 我自己這樣想 因為我問過他 他是沒有吃藥的 他是有病 沒有吃藥的 有提醫生的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因為警方打破他的頭 那時候 是 可能 那個腦裡面 我就 覺得他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會不會 因為這樣 導致他 幾年後 突然間在家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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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他死了幾天 才有人知道的 這樣 那這件 那他呢 就出憤的時候 我就是想 進去看他的臉 他跟他聊天 因為他是 堅持 抗爭 和 他是旁聽 不停去旁聽 和去探訪的 那所以他跟馬仲文 是好兄弟 來的 正式就是說 他坦德是很多馬仲文的 他寫信給馬仲文 馬仲文也都有寫信給他 這樣 那因為他在2021年 死了 就 沒有 探訪不了馬仲文 那 俊仔呢 是 在精神上 我跟他說 我說 你放心 阿珍姐會和你一起 直到抗爭成功的 他是 他是 真是很堅持的 他很堅持的 和我一起 我希望各位 二十三條立法法之後 你們真的 在不同的地方 不要怕了 這個二十三條的惡法 這個惡法 這個惡法 好像真的令到你會很害怕很害怕 是很多事情的很害怕 但是你怕不得來的 你看馬仲文 他有做過什麼 他在牢裡面 有沒有犯過二十三條 他沒有犯過二十三條 都用二十三條 不讓他放牢 你想想 你們怕什麼 你們怕不怕得來 我們應該齊心 是怎樣去勇敢些 怎樣去令到 所有在仇的人士 是出來的 你是怕不來的 你沒有做 又說你犯法 你想想 你躲起來 沒有做到犯法 你別以為你躲起來 不出聲就行了 現在不是這樣 希望大家 繼續 一色尚全抗爭到底 珍姐你剛剛說過 年輕的十八歲那個 仲仔還是仲仔 你說被警察打了 打到頭 亂了十三針 其實有沒有一些報道呢 還是他自己說的 還是你自己看到一個圖 又商號呢 其實報紙應該有報道的 因為為什麼呢 當時有很多年輕人 被那些死人黑警 亂的亂的亂的 很多都撞穿過頭的 其實我曾經找過一張圖 在頭頂那裡穿了 是有些老張的 那我就沒有確實是不是他 但是他親口跟我說 他給我一個傷口看的 我真的很驚訝 那一刻 他穿了頭 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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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的 其實他有這樣的樣子給我看 讀下一個頭給我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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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很乖 他們這些年輕人 真的令我很感動 令我很堅持 這樣 這樣 好 那就是有沒有補充 是的 我希望大家 我剛才都說了 23條 是人人 都有做好 沒有做好 他說你犯法就犯法的了 所以我們更加不應該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 滅共 好 謝謝珍姐 好 拜拜